正常焦点要带您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布满议员质询 直接就坐在椅子上接受备询引发了争论 不过今天有议员干脆就把沙发直接搬到议场 还准备了茶点 让柯文哲是坐着来接受备询 北市议会首次的沙发质询也让柯文哲有点尴尬 还直呼不太适应 来 柯市长 请上座 搬出沙发 桌上还摆出茶点 被议员要求坐下来接受备询 让柯文哲有点尴尬 一度还不知道坐哪里才好 会让你很享受什么叫做真正的理性 理性的沟通 所以你现在如坐正常我知道 坐自然一点啦 脚挑起来也没关系 我还没适应呢 坐沙发背询 柯文哲有点心惊惊 议员赶紧倒茶 牙牙筋 还一起干杯 让市议会总直询 宛如变城下午茶聊天 请坐 别怕你们这些 奇怪 不要坐个朋友吗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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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也被点名脱下水 让柯文哲幸灾乐祸 忍不住当场大笑 不过可别笑太早 因为舒服坐沙发 陪议员结束一场沙发直询秀后 改面对的还是得面对 因为研考会调查 北市员工满意度 市府首长被打了75.64分 不过柯文哲却仅只有72.58分 根本是被自己的员工给打脸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距离的美感 就是说比较远的看的话 就觉得没有 距离比较近 所以比较不讨 不讨他们的喜欢这样吗 不是 这个就是因为会实际 叫他实际的压力下来 就不要 不过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我在台大做的时候 就是这个分数 拿出客室理论 自圆其所解释 不过市府员工敢怒不敢言 又凭爆发逃难潮 要怎么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恐怕才是关键 欢迎订阅综合报道